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趣的是老胡同学的反应竟然又慌乱又害羞 还被调侃 姿势向罚站 话不多说 赶快让小八哥带你去感受感受 久违的老胡有多萌 放暑假了 放暑假了 在美国游学的胡哥也回国了 不过 他可没像奶妹一样 WiFi空调西瓜放纵自己 而是顶着烈日入组拍摄纪录片《大上海》 用实际行动为家乡出力 只见他一头利落的短发 身穿印有上海字样的T恤 一会儿在弄坛里溜达 一会儿在餐馆里小气 一会儿又空降某个office送惊喜 啊 既然来了 不给迷妹们发掉福利 怎么好意思走出大门呢 不过小八哥万万没想到 被大家热情包围的胡哥同学 竟然害羞起来 胡哥来公司在谈什么事情 我是不知道 但是还是给公司的女同事 发了蛮多福利的 就各种合影 觉得他就是真人 真的还比电视上更加好看 就是有一种气质 而且还蛮俏皮 超级懂礼貌 好喜欢 想不到《武力老胡》的反应 竟然如此娇羞 这乖乖站定等合影的样子 真有点像被罚站的小学生 还有网友说 像一座可爱的蜡像 根据现场粉丝爆料 除了听摄影师指挥 对合影签名有求必应 胡哥还透露 自己喜欢玩王者荣耀 临走还专门返回 跟导演握手致谢 全程没一点明星架子 小八哥只想说一句 神是胡太圈粉了 好羡慕在场的各位同学呀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 昨晚迎来大结局 陈俊生高升 贺涵离职 玲玲认罪 子军和唐静贺涵的感情 走向开放式结局 网友们纷纷感慨 谢力孝三没有悲惨结局 有情人没有忠诚眷属 这结局真有点让人心碎 不过或许这就是生活吧 观众们忙着跟剧中人说再见 主演们也在忙着和角色再见 马依丽发微博 表白剧中的母亲薛珍珠 近东也发长文说 再见贺涵 而片方的最终花絮 还放出一波回忆沙 有马依丽和近东对戏哈哈大笑 圆拳面无表情 比剪刀手卖萌 还有雷佳音沙青时拥抱玲玲 还突然放声大哭 陈道明沙青时 边唱歌边碰杯 看得观众们更加依依不舍 演活了作女罗子军的马自令 近日还在访谈中爆料 说自己小时候很作 常常和家人闹别扭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他们说带我出去买一双 买一双皮鞋 然后走了一路 我小时候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坏习惯 就是看在那个喜欢的东西 我不说我要 你知道吗 我不说 我让他们猜 然后我妈妈就说 这双好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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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好看 还是摇头 那就走下一家店 然后我就心里就开始不开心 我心里想 你怎么没猜到我要这一双 除了爱把不开心的事闷在心里 马依丽还提到自己 曾让爸妈感觉很没面子 坐公共汽车回家 我妈妈如果从 她跟我爸从前门上车了 我就从后门上车 然后他们俩就在前门喊我 依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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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觉得 很没有面子 你知道吗 在外面这么大声喊我 我就装没听见 我妈气的 就说这个小孩子 怎么这么倔 叫他都当我没听见 我很没有面子啊 人家不知道 我在公共汽车上干嘛 优雅大方的马依丽 马司令 小时候也有这么别扭 又幼稚的一面 大家感到意外吗 另外 我的前半生结束了 小巴克心里 真有点空落落的 期待导演哪天 再拍个我的后半生 把故事继续讲下去呀 虽然楚桥和袁松 在楚桥传里 关系绝裂 渐行渐远 但两个人在戏外 还是一对妥妥的好朋友 最近两人一起参加 72层骑楼 在曝光的节目花絮中 武力皇子殿下 厨艺十几 分分钟出手一道硬菜 看得阿厨姑娘 忍不住怀疑人生 这么大了 连包包算都不会 这成何体统 将来怎么架得出去呢 虽然在厨艺方面 受到了打击 武力营宝在唱歌方面 却开发了rap 这一项新技能 随着吴亦凡 一声令下 freestyle张口就来 这表情完全没在怕 那请你们两位 一人来一个freestyle吧 One two One two three Yo yo 我是冲城巨线 职业必须学家的 艺术学员 Yo yo 一周以来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 都在 学艺术学院 希望他一天 能成为我们这个 行业里的佼佼者 让所有人都看到 一个不停拌舌头 一个从头又到尾 营宝和华叔的绕舌手秀 小八哥给一分 怕打击你们的自信呢 都说机场如秀场 如今机场已成为 明星展示自我的 另一个战场 自拍摆拍假节拍 真是硬接不暇 这部沈梦辰和洪桥一姐 日前在机场吃香锅 结果被网友骂 吸引太多 不过今天我们想为机场 郑夏明 除了套路摆拍 花样作秀 也有很多爱豆在这里奉献出了自己 最接地气 不做做的一面呀 下面就跟着 红桥君一起去看看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登机戏好多 如今的明星们 不仅把机场当做了时尚战场 还升级玩起了剧情来 挣作后机厅里 最闪亮的那颗星 比如最近沈梦辰在机场 请洪桥一姐吃麻辣香锅 还举着一根海带 各种独嘴卖萌疯狂拍 结果很快有围观网友 揭露了真相 只见沈梦辰 无嘴靠在墙角 现场两位摄影师 拿着单反对准他一通狂拍 旁边可怜的红桥一姐 都快被挤到灵桌去了 寡友们看的目瞪口呆 这是蹭一姐热度的节奏吗 虽然来机场尬戏的艺人 藏出不穷 但头条军必须要为机场挣个名 毕竟还是有不少明星 只想安安静静搭个飞机 人来人往的机场里 偶然发生的小插曲 更是有情有趣 外接地气 最近黄渤因为拍戏 缺席极限挑战 不少机条粉很是惦记 某位粉丝在机场 偶遇黄博士忍不住高喊 你比孙宏雷好看 急不前行的伯哥 忍不住扭过头 流露十分赞赏的微笑 还亲自转发微博说 我笑得有那么明显吗 说实话 伯哥这张机场照 抓得真叫一个准 得意中带着一点挑衅 惹得帅雷雷带着自拍 无妙杀到战场 隔空逼美什么的 也是巧可爱了 除了伯哥 最近机场照画风清奇的 还有五粒陈学东同学和陈小同学 陈学东是因为人有三级 甩开助理和送鸡粉丝 积极冲向洗手间 陈小同学则是为了躲避媒体 在机场上演了一出生死时速 起跑 飞奔 墨镜掉了 捡起来继续跑 这一系列动作 看蒙了旁边的赤梨大叔 呃 估计大叔在犹豫 这是浓煞的 要不要跟着一起跑呢 被路人抢镜的 还有刚刚从我的前半生中 走出来的源泉 日前他带着女儿低调现身机场 母女俩人穿亲子装 又酷又美 没想到旁边的大叔 却用精掉下巴的表情 抢了戏 不错不错 头条军的斗图素材 又多了一个 老辈路人偶遇围观什么的 有点无聊 武力古天乐同学 日前就反其道而行 在机场围观了一对热闻情侣 小情侣稳得投入 旁若无人 古天乐一边走 还一边回头 表情十分精彩 没想到古在高冷的外表下 还隐藏着一颗八卦之心呢 头条军最后说句掏心窝的话 希望明星搭飞机 能少一些套路 多一些free style的真状态 跟粉丝们真心相待 才是爱豆的正确打开方式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看完别忘了和身边 其他小伙伴一起分享哦 还可以小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 明天见 拜拜 by bwd6